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是墙啊 就是那个漏一端上来 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就开始风卷长云 一盆漏一下就吃完了 这个很多丑态 我这个不说了啊 就是饥饿的感觉 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 非常生痛的感觉 特别到了知识青年的时代 那下也是长身体 劳动强度大 就琢磨的吃 所以这个小说呢 他写了吃 但是呢 写吃的背后 大家记得这个 阿诚呢 他其实有 谈一个关于齐王的 创作谈 是吧 他有说到 就是说 其实当时的背景 是不断的有反对自然自由化 青铜金人物了 就那个时候就说 中国到底要走哪条路 走什么路 那么阿诚他写齐王 他的创作谈里面 曾经透露过他的意思 就是一定要唯物论 是吧 一定是 如果说吃不饱饭 你再要去谈 思想意识形态这些东西 那是错误的 那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 吃饱饭 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是首先的 名以实为天啊 所以他重新书写 吃饭 你看上去是对 知青时代的记忆 那么对八十年代来说 八十年代中期来说 也是对当时 极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到底是要改革开放 还是要回到 那个老路上去 是吧 当时是青铜青城 污染 反对自然自由化 因为这些的矛头所向 都是改革开放 都是改革派 保守派呢 他要反对改革 那么这反对改革是计划 计划经济又意味着物质贫困 是吧 又意味着这个农村 他农民又没有饭吃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关于吃 所以我的切入点 分析这个小说 也是从吃来分析 但是吃和下棋 这两点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个小说 出现两个东西了 是吧 刚才那个同学说 下棋是他的精神支柱 那么有了吃 为什么还要下棋 要成为精神支柱呢 是吧 有饭吃 为什么还要下棋 所以这里面出现了 有两条线 是吧 小说非常的细致去描写吃 包括火车上 刚才这位同学谈到 火车上坐在那里 看到这个饭吞下去 是吧 剩下的几滴饭 用水冲一下 咯咯咯咯喝进去 看他的喉咙一动一动的 是吧 然后掉下去一厘米 都吃了一干二净 那么他写吃 写得这么的细致 然后写到这个吃蛇 吃蛇是吧 吃蛇是精精有味 其实我也有过 插队时候有过吃蛇的经历 就是有一次下宫回来 路过这个我们那里的一个路 路上就横着一条蛇 横着一条蛇呢 比这个有这么粗 黑色的蛇 我当时不知道出一个什么 那么我还有过一些战斗经历 一个是打过蛇 还有一个徒手抓过这个山羊啊 野山羊 我们那叫做张 张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张子 张戟 张和戟我也分不太清楚 所以最终有没有分辨出 那是张还是戟 就是那种动物 那么说打蛇 当时我就 就是在那时刻 其实要非常迅速的做出反应 你肯定不能跑了 是吧 你男子汉 看见这个 其实我那时候也就只有17岁 看见那条蛇 你转身就跑 这完蛋 所以我想用锄头打下去 不太有把握 因为我没有看到蛇头 因为蛇头在里面的草里面 我就从旁边搬着一个这么大的石头 马上朝那个蛇砸下去 但砸下去 其实我推测蛇头在那个地方 因为还不能把它砸烂 是吧 当时还是想 其实立即就想到 当时想到就说 很奇怪 有一个念头 至于说为什么不要把它砸烂 这是我的非常下本能的一个反应 这个反应背后还有一个故事 并不是说不好吃的 没有那个 就是说不要把它砸烂 但很奇怪 一个根深蒂固的 打蛇 不要把蛇打烂 然后就砸下去 正好砸到蛇头 然后那个蛇还卷动了几下 非常粗 真的非常粗 后来就拿锄头 再去敲那个蛇头 就是说我把那个蛇扛回来的时候 打成两段 打成两段用锄头 都拖到地 就说在我的肩膀那里 因为我从十六岁以后 个子再也没有长高过 但是就是这么高 就这两段 它还拖着地 所以可想是非常长的 我为什么 没有砸烂这个蛇 为什么反应下来 不能从中间砸下去 当然一个是有技术问题 因为打蛇要打七寸 从中间打下去 万一它头 它还会飞起来 是吧 有那么大的蛇 然后呢 这个砸了头 就是我 我父母亲下放的地方 我姐姐曾经跟一个 老师跟我们那里 有一个妇女 去山上去砍柴 那个妇女打蛇非常厉害 五十多岁的 还能够上树 去抓喜鹊 这个很厉害 她就是说 她打蛇 打那个棋盘蛇 我们那个五一山呢 那个毒蛇 是在那个山里面 是最多的 就是那个山 是毒蛇的品种 是最多的 她打那个棋盘蛇 棋盘蛇就五步倒 就你跟她咬中了 五步就倒了 她打她的时候 她用刀啊 她厉害 那个棋盘蛇盘在那里 她那个刀拍下去 第一刀 她轻轻地一拍 我姐姐后来就说 你怎么能轻轻地拍 这个蛇 她说怕把那个皮打烂 不好卖钱 因为棋盘蛇 那个蛇 大家知道 把蛇破开来 那蛇皮 是可以去卖钱的 卖药的 可以卖 当时一条蛇 能够卖一块二毛钱 这个是非常 对农民 是一个非常丰厚的收入 所以我一时钟 当时没有把那个蛇打烂 后来也就拿回去 到执行点 我们七八个吃那条蛇 吃的确实是 津津有味 所以那个蛇 她小时候里面描写 那个蛇和我的这种经验 是非常非常直截 非常直截 当然 没有我们那个地方的物质 没有它那么贫困 比如说什么酱油 什么七七八八 别的东西都很多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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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吃的是 非常的过瘾 那么 关于吃 在这里 确实是知青的一个普遍的记忆 所以我说 这篇小说 我们当时把它称之为 寻根小说 认为它是 冲着文化去的 其实呢 最重要的 它写的是 知青的记忆 知青的生活 而且知青的生活 是它的一个 直接的经验 是一个知青的 甚至是 最具有知青的 普世性的 那种经验 是吧 那么这里边的文化 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 我们会说 文化很容易 从下棋那里冒出来 是吧 但是下棋 这里边的文化呢 发生了很多的棋 过去一说 下棋 就是老庄 是吧 我们讲棋道 是吧 在座的 可能有一些同学 会下围棋 那么 围棋 是吧 围棋其实一方面 黑白 是吧 那么 有非常酷烈的 输赢 总是有输赢 总是要把对方的棋 要杀掉 可惜我不会下围棋 如果会下围棋 在棋道 里面是非常的 很有 很有说法 但是呢 下棋 是否 就是体现了 老庄的精神 我觉得 在这里 我是有一些疑问的 我是有一些疑问的 那么 小说这里 写了下棋 但是不是 老庄的 思想 道家的文化 在这个小说中 是占据了 主导的地位 或者说 是他根本 要表达的东西 这点 大家看到 我在书里边 是这个东西 是 持一个 怀疑的 和商榷的 角度 那么 关于痴的记忆 大家要 注意到 几点 是吧 小说中的痴 有不同的痴 有它在火车上 重点的描写 有几个 是吧 有它在火车上的痴 是吧 有杀蛇的痴 还有 角卵的一个回忆 是吧 角卵的一个回忆 就是他的父亲 每逢 这个 螃蟹来的时候 就招呼了很多的 那个文伦默克 到他家里去 一边吃螃蟹 是吧 一边吃 嗓菊 是吧 然后这个 作诗 然后下棋 那这种文伦默克的 这种高雅的 这种痴 那么这里边呢 对于痴 所以它还不只是一个 知青的 这个 创伤的一个记忆 惨痛的一个记忆 它和 角卵的父亲的 那个高雅的痴 不同的家庭的痴 联系在一起 但是大家会注意到 后面又冒出来的东西 就是 王医生 要参赛 是吧 参赛呢 角卵呢 跟他安排 刚才这个同学说 就为什么叫这个角卵 不太理解 这是骂人的话 就是农村呢 它动物软 大家知道这个词是 本来在科学上 生理 卫生上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词 是吧 是一个很普通的概念 那么这个都是 是科学的 这样一个医学的一种术语 但在农村呢 这是骂人的话 动不动就是 把人称之为 用这个作为一个副词 作为一个 作为某一个词 它是属于骂人的话 就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说 他的脚好像很长 是吧 那个走路的步伐很大 是吧 就这么来骂 骂人 就是给人起外号 总之就是 大家会知道 这个外号呢 都要带有丑化的意思 是吧 都要带有这个 都要带有 带有这个漫画化的 这些东西 所以他都要 附加一些这种 不好的词 在背后 否定性的那种词 所以这里面 大家看到 在吃里面的 他融入了 不同家庭的一个对照 然后他呢 通过脚卵的 父亲的关系 然后让王一生 补进去参赛 王一生很不愿意 王一生 不愿意接受 他的这样一种 同情和怜悯 那么这点 意味着什么东西呢 其实呢 我要勾画出来的 要从底层 我跟他发掘出来的 是要把它 看成是对 知青的 一种创伤的记忆 其实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 吃 和下棋 依然是一个 表层的符号 表层的符号系统 我觉得更加深层的 是对知青的 心灵创伤的 一种书写 这个心灵创伤 就在于 关于家庭出身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小说 花了很多的篇幅 去写 王一生的家庭 是吧 脚卵的家庭 是吧 然后呢 出现了 这里面实际上 出现了几个父亲 几个父亲的形象 脚卵的父亲 是不断的出现 是吧 那么最后 决胜的那个老者 被扶出来的 这也是一个 父亲的形象 小说的前面 回忆着 王一生的家庭 那个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 嫁过的几个男的 是吧 他的父亲 死了 缺席了 或者不重用了 虚久 还有一个 焦塌下棋的 那个父亲 简大之暴的 那个父亲 所以为什么 这个小说中 关于父亲的形象 父亲的符号 被这样强调 所以这是出发 我去思考的 这是出发 我去思考的 而对 王一生的心理 刻画的 最为敏感 和微妙的地方 是对脚卵 他的有一个 父亲的那种敏感 就是在他的心理 意识要深化的时候 他的书写是什么 还并不是 下棋和吃 而是脚卵 有一个那样的父亲 对他的心理 出动的是最大的 所以我对这个小说 理解 我是有一个角度 就是叫做 无腹的创痛 所以这是我的 一种理解图形 当然对 齐王有无数的解读 可能有不下几十篇 上百篇的论文 所以要在这些的 阐述当中 怎么去找到 我的阐述 这对我来说 就是我要面对的挑战 是吧 所以可以说 有说不尽的汉姆莱特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所以每一篇文本 都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 我从这里凸进去 我对这个齐王的解读 就和别的不一样 是吧 那么另一方面 我这个不一样 并不是说 我完全另一套 不能够自圆其说 是吧 那也不行 你理论的力量 产生的力量 在于你是要完全彻底的 能够融会贯通 和能够自圆其说 那么比如说 其他的那种说法 我都要 各个都要击破 你比如说 认为是老庄的 但其实这里面 还有卢家的孝道 是吧 母亲摸的那个无字棋 他对父亲的这种记忆 其实这是 那我是相比较起 他未必就是卢家了 假定说你要谈道家的话 那我会说 他还有卢家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 是吧 那个母亲的那个无字棋 孝道 是吧 家庭的记忆 对他来说 是更重的东西 那就用 母亲摸的那个无字棋 他始终带在身边 这是他的精神支柱 这不是老庄的虚无 老庄的空无 老庄的荡漠 而是记着这个无字棋 在他胜利的时候 下赢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母亲 留给他的无字棋 这是什么 这是孝道 这是报恩呢 感恩呢 是不是 所以我说这个道家的文化 并不能完全的解释这篇小说 其实我在明年 明年讲的那个文本解读里面 会详细的也会讨论这篇小说 我因为时间关系 这个小说我就不能更多的解释了 大家了解我的思路 在书里面我都写的比较详细 就是我会从他的表层的符号凸进去 就是吃和下棋 那吃和下棋呢 我为什么认为 不能完全解释这部小说呢 有一个更深的精神层次 这精神层次是无腹的创痛 为什么叫无腹的创痛呢 我是从他这个小说中呢 父亲的形象这么发达 出现了这么多的父亲的形象 是吧 而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对王一生的心灵最微妙 最出动他心灵深化的 是他对脚软有一个那样的父亲的敏感 是吧 所以这是小说最用力的地方 如果我不管阿诚自己怎么解释 我回到文本 是吧 文本本身来说服 就是他最用力的地方 能够揭示出王一生的心理的那种变化的 都是跟父亲母亲相关的 那个简大字报的老头 教他的下棋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创伤性的记忆的时候 是对焦老的父亲 是吧 那么母亲给他的无字棋 这阻托着母亲对他的一种期望 因为没有父亲 母亲拿到这个起沉甸甸的 是一个家的 承载的 是一个养育的一种记忆 那么最后这个老者出现了 这个老者 他战胜了老者 他终于从一个对老者的 这样一个父亲一样的形象的沟通当中 他的心里获得了一种 获得了一种平衡 当然据说这个小说结尾是被改过了 原来的小说就是看到这个王一生呢 从这个食堂里面出来满嘴油花花的 说你还下棋吗 他说有饭吃 还下什么棋啊 就是这个小说呢 他其实要把它原来所要表达的层面 就是吃 要用吃来战胜 一个对棋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一种记忆 但后来说这个结尾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仿佛这个下棋 是决定了下棋的胜伏 决定了一切 是吧 把注意力集中在棋道上 那么我是觉得 原来的那样一个态度 当然显示出王一生好像有点玩事不公 是吧 有吃就行 是吧 也是表现了他们在涮牙漏的时候 这个写这篇小说的动机 以及的80年代中期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阿诚本身所持有的那种立场 就是回到人们的物质生活 回到唯物论的历史唯物论的这么一个层面 来理解我们的 来理解这一代人的一种历史的一种愿望 那么这些的问题 大家可以再次的去讨论 再次去展开 我相信任何解释 对文本的解释都是一种解释 文本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没有看的同学 还是要去读一下这篇小说 不能读了中文系毕业 连七王都没看过 这个就会行 这个是阿诚 其他的包括王爱义 还有写小爆装 像王爱义的小爆装 我并不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作品 我觉得他这个小说里边 过分的寻根的这种文化的 有意建构这种文化的意图 太明显了 所以里边的人的名字 都叫做什么文化纸啊 什么这种都叫出来 我觉得特别的这个文化的意图 完全淹没了 这个压抑了 对生活更加单纯的一种描写 那么张伟的古传呢 也被作为寻根的代表作 其实张伟并不是刻意地去寻根 他还是要表露的是 隋造两家的那种斗争 这种斗争呢 是对这样一个历史的 一个重新的一种颠倒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它所意味着一种 未来历史的一种变化 和中国所完成的暴力革命的历史 是一个强大的一种反讽 其实张伟是最早 意识到这种历史的一种变化 那么其实有甲冰蛙的作品 也被作为寻根的代表作 其实甲冰蛙呢 它是到他 有他的这个商周 写他的商周系列 有他的商周出路 商周右路 商周再路 他是以这种实路的笔法 来写他的小说 其实甲冰蛙的小说呢 有他更加纯粹和本真的 回到乡土生活 回到它是个西北的 那种生活状态中去的那种方式 所以可以看到 他在更加具有民间和乡土地域的那种文化当中 那种生存当中来折射出一种文化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一种文化 它是写出更加平实的 更加朴实的 单纯的 那种生存的一种形状 所以这些呢 可以看甲冰蛙的作品 我这里 可能就 因为甲冰蛙的作品是很有个性的特点 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这个 我这里谈到的他的《逛山》 还有他有好多的作品 还有他的《黑市》这些 都是他非常有特点的作品 都是写出那种生活中的那种渴望 那种 在一种非常困境的一种情况下 能对自己命运和生活的一种承受 和企图摆脱的那些方式 但是呢 他的小说呢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就是写《性情》 甲冰蛙的作品 性和情 性情通常是作为一个概念 但是在甲冰蛙的作品中呢 它是一个两个概念 是吧 他的性能够折射出情 他的情中总是包含着性 而这种情和性呢 它总是有一点畸形的一种 病态的一种特点